回到节目现场 玉慧姐刚才我们有看到 这个新闻报道说 这个柯P昨天晚上 特别去把罗志强探班 还送上了一些红豆汤跟蓝白拖 而且柯P还说了 这个四大公投里面 反萊猪这行 他说看民调就知道了 一定会过 柯P跟他所隶属的民众党 是反萊猪 国民党也反萊猪 那这样两个人聚在一起 是怎么样 是蓝白要合作了吗 我觉得是罗志强跟柯文哲 他的合作 老实讲我真的是觉得 要恭喜罗志强议员 因为他一个人在国民党 最近的这个声势 可以说真的如日中天 因为当国民党的 这个新任党主席 朱立伦出来以后 朱立伦到目前为止 你有看到他有声音吗 从一开始喊四个同意 到现在 有这个林芝妙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何四他不要 然后那个侯友宜呢 每次问他一次 都讲不一样的 徐耀昌也说 这个何四他也要再考虑 那甚至于这个 刚才我提到何五 那卢炫说 何五他也不要 那甚至于这个 刚才这个包括说 还有很多的问题 国民党内的脚步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所以朱立伦 其实现在他在国民党内的声量 都还没有罗志强好 而且罗志强一个人 现在我不晓得 他7749天 还是不是还在睡在 这个凯道前面 你看他至少还在那边 至少我知道 这个有这个郑造星会去陪他 还有四叉猫 我们的好朋友 也常常去陪他 你看至少有这些的 好朋友会去陪他 而且他至少展现了 这国民党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占 就只有他能占 所以我觉得 你看像这个今天 在民事的这一场 他一个人要去挑战 许国勇部长 我觉得也很了不起 因为当朱立伦 全员落跑 朱立伦 廉胜文 加上费洪泰 还有谁 我已经不记得了 所有的人 现在想到说 这其实真的不合道理 如果说民进党 派出来是下四的话 要是我就遇到说 人家比较 比较不会辩论的话 我一定觉得哇 好棒哦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赢了吗 结果为什么是人家 你说人家派下四 结果我脚底抹油 我浪杠 然后嫌对手弱 对 然后结果这个还 本来这一场 好像是钟佩军 后来是张思刚跟钟佩军换 结果这个罗志强 一听说是对方是徐国勇以后 缠着张思刚 就一定要张思刚跟他换 张思刚人也很好 就也换给了罗志强 所以现在这个国民党里面 我看如果说朱立伦 这个在国民党里面 如果再继续的 这个声势 再继续的堕落下去的话 那罗志强 大概可以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在今天民事的这场辩论 如果说这个跟徐国勇 两个人言辞交锋的话 在国民党里面的支持度 一定越来越高 之前有张亚中校长 接下来一定是罗志强 这个罗志强一定是非常高 竟然还有这一场 宋兰白托 然后还有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在台北市 大概有他的这个4%的柯粉 然后柯粉都要去挺这个罗志强 而且柯文哲还不挺他自己 因为大家都知道罗志强 想要选台北市长 柯文哲不挺他自己的黄珊珊 然后去挺罗志强 你看看罗志强 现在是重心拱月 真的太赞了 不过再讲回来 我还是要讲一下柯文哲 他们的这个民众党 实在是胡说八道 每天下午的记者会 都在胡说八道 我还是讲一句 我先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 如果说你们遇到了像民众党 或像国民党 如果说拜六拜天 有去菜市场 像蒋万安一样 这个如果去发什么传单 叫你们要去支持公投的话 你就问他 因为这些人都不支持高端 我刚讲了 不打高端 是因为他没国际认证 那有国际认证的美珠 你们为什么不吃 我刚好不容易把这个句子写下来 请大家到时候就照问 不打高端 说高端没有国际认证 现在有国际认证 有国际codex认证的美珠 你们为什么不吃 你就这样问他 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会像蒋万安一样 被你问到 这个哑口无言 搞不好又跟486一样 会送你一个东西也说不定 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民众党偷换概念 这是最不要脸 最下三滥的一个手段 叫偷换概念 这个其实国民党也有这样做 像那天蒋万安不就说 我们吃这个猪肉 是比牛肉吃多七倍 对不对 好我们用数字给大家看 来国人吃牛肉跟吃猪肉 我们现在吃牛肉 大概一年是吃进口牛肉 我们光看进口就好了 进口牛肉的部分 国人大概一个人吃六点零二公斤 那猪肉呢 我补充一下 我们台湾的猪肉 百分之九十都是台湾猪肉 只有十%是进口猪肉 那台湾人每一个人吃进口猪肉 大概是三点七三公斤 其中呢 大概只有一成是美国猪肉 我帮大家换算出来了 吃美国猪肉 只有零点一公斤 好听好啊 那我们吃美国牛肉 哇美牛真香好好吃 赵浩康有一段影片在Costco上 我早上才去Costco买了好吃的牛 牛肋条 然后来煮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我看他手艺也相当不错 我们国人吃美牛 那是六公斤 六点零二公斤 吃美猪零点一公斤 如果照这个比例 台湾是不是要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 要不要作为一个进步的国家 我们不要作为一个巨婴的国家 现在你如果嫌美猪 你如果怕美猪里面含有莱克多巴胺 第一个我们要求政府要检验 如果含超标的莱克多巴胺 绝对不让他进口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要求要做到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任何一个公职 都应该帮我们要求做到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农委会公布进口 我们在边境检验 没有任何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 所以如果现在进口商 也不进美 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所以你现在在闹这一题 你除了说是反美 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们两党加在一起 蓝白盒就是要反美 就是要亲中 你们还有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 如果说美牛我们吃六公斤 美猪只有零点一公斤 你们那个数字这样乱算 这样子是骗人的 骗人可以吗 骗人怎么教小孩呢 到底有没有蓝白盒这件事也要赶快请教原知议员 因为昨天这个罗志强跟柯文哲 这样子感觉起来好像是交情也还不错 人家就说这是不是蓝白盒的起手势呢 而且刚才运会节也讲到 因为罗志强现在好像在国民党里面 有一支独秀的感觉 我觉得没有蓝白盒 我觉得他们两个盒而已 因为他们是台北市一个市长一个议员 市长跟议员总是有一点交情 所以之前罗志强在议会咨询就邀柯文哲去凯道 柯文哲也去了 两个人就互相拉台 那当然我觉得有点操作是说有送蓝白托 我觉得这是柯文哲的一个盘算 因为柯文哲现在我们其实看很多民调 他拉不太倒率的票 他大概七八成都拉蓝的票 那所以他当然就是想要一直往蓝这边靠 那刚好罗志强有这样的舞台 那他去这个柯文哲那么会算的人 而且很会利用人 所以他势必就是会去 但我还是呼吁我们知识者要想清楚 因为民众党跟我们就是不同政党 民众党对公投的立场也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四个同意 民众党是两个同意两个不同意 他们不同意重启何事 不同意不同意那个公投榜大选 我觉得民众党是一个很投机的政党 看柯文哲就知道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觉得柯文哲是好人 其实他是绿色出身的 他一直是民进党支持的 包括2018年 当时都 那就是利益 三层踩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